这里你能找到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的老师 你能品尝到从未吃过的美食 你还能在世外桃园中体验速度和激情 开启东山神奇之旅 美丽中国乡村行 千年路向 三山探旗 敬请观看 大家好 我们美丽中国乡村行 这次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 全国乡 在乡村 美丽中国乡 身材乡村游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我们继续播出 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苏州系列节目 您或许对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耳熟能详 但是您是否知道唐伯虎究竟尸城何处吗 您或许要感受过江南水上的田径 可您是否在这份闲事当中感受过刺激与惊险呢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苏州东山 一起寻找这些神器 今天精心要带着尊重 继续游玩江苏省东山镇 陆向古村位于太湖东山的后山 是一座保存较为完整的清明古村落 全国首批历史文化民村之音 被誉为太湖第一古村 陆向村依山傍水鸡犬相闻 建成于南宋时期 至今也有一千年的历史 由于村庄替建了六条直通湖畔的巷梦 顾名陆向 美丽中国乡村行 走进东山第四章 陆向古村 悠久的历史 深耳的文化 造成了如今欣欣向荣的东山 东山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民阵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明清时期 江南古村落的原貌 曾祝喜欢什么样的孩儿 帅的 还有呢 有财的 是吧 有名的财子都有谁 唐伯虎啊 江南财子是不是 那唐伯虎的老师 不知道是谁 王奥 这里就是王奥的家 所以今天带你来这 沾沾他们的财气 这个财气也可以装吗 陆向村出人才 明清正的年间 宰相王奥的故居 就在陆向的慧和堂 许多游客都是因为景仰这位大文人的博学多才来到了陆向古村 往前就是王奥顾居了 就是这最有名的地方 对 这个地方为什么和别人中间压了一块出来感觉 马车印啊 以前马车从这进出的时候 常年累月就压出了这么一个折子 这得经过多少年啊 对 可以一看就是这有大官进出的地方 哦 现在别人压过我也压一下 宰相子 哇 这么大官 相传王奥是江南才子唐伯虎的老师 唐伯虎称他为海内文章第一 山中宰相无双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上年呢 为基金之欲 不如基书交子 下年呢 为宽田宽地 没肉宽厚 大人 那么他呢 是我们王奥的一个家训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基宰再多的影子呢 还不如好好教育自己的子孙 你有莫大的财产呢 还不如宽厚地对待别人 不愧是大文豪 觉悟就是高啊 周末来这参观的游客 还真不少 我发现来这很多老年团 但是这是我今天见到的最小的游客 只有21个月大 哪里过来呢 他们是南京的 我们现在就在处中 朋友们约周末过来 拜拜 拜拜 先年历史的录像 有着深厚的文化沉变 让这个小村更有了一份厚重感 这里的内涵和美景 吸引了许多艺术爱好者 现在正是踏青的好时节 录像也是外国游客的观光选择地之一 在这里他们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 感受江南风情 从丹麦过来的 过来玩 来几天了 四天 四天了 好玩吗 觉得 好 好的 好玩 觉得好玩 现在村子里仍有村民居住 在这儿 你可以品到地道的东山农家甜酒面 这些酒都是店主 用传统工艺人工量制 浓醇的酒香 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 老大也过来的 九十多岁 大海的北京的 你们来这个古村落就是慕名而来的 对啊 第一次来的 再第一次来 再从纽约过来的 味道怎么样 很好吃 这个应该多么容易醉 这个多少度啊老板 一度 零点几度 九斤凳 对 没问题啊 还有 够够够够 我觉得只有这儿的酒酿 才我们小时候那种味道 味道很好老板 好棒 陆向古村不仅仅有美酒 也有您不得不吃的美食 这项比高店的生命 火的连金星这个常来陆向村的人都没有机会买到 这个 白乙方高 这个吗 对 尝一下 阿姨你们一天看多少这个方高 你看要看那个旅游的人在 人多就买得多 他们家生意可好 他是本地人 他说从来没有买到过你的方高 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是早上买完就算了 要星期六到星期天呢就一早上又做到晚上 这个小桌房里只有大叔和阿姨两个经验 大叔制作好方高后 阿姨放到炉子里蒸 经过十几分钟方高就可以出锅了 曾璐和亲心品尝到了美食 心满意足的人前往下一个后一地 曾璐在村子里转悠了一圈 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城市中随处可见的下水道井盖 下水管道 在这里是一个也找不到 如果下场大雨可怎么办呢 正好遇上了这位村民 赶紧去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吧 弄井盖你可以看到我们地上一种青砖 它自己会剩下去的 大马路上都用麻石都是下水道 有下水道 对对有下水道 那是八九百年前的历史 八九百年前他们就已经有非常完善的地下的设施了 对对对 在录像曾璐目睹了江南古村的秀美风光 吃喝玩乐的同时还学到了不少知识 旅游贴士 周末您可以约上亲朋好友 来录像古村赏美景品美酒 尝美食 感受原汁原味的江南水香 录像古村门票为五十元 游客可在景区内农家乐住宿 价格在一百二到一百五十元左右 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东山第五站 三山岛 在东山还有一处您不得不去的地方 那就是坐落在太湖之中的三山岛 三山岛与东山无路路相连 只能靠百度进入岛中 号称东山小宏来 岛上的村屋依山而建 村民靠水而生 是由采菊东篱下悠然建南山的一景 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我们岛上的空气特别好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三山岛上除了绿化好之外 我们这边是禁止机动车出行的 所以我们平时都是用自行车 还有电瓶车 看来这边就有租脚踏车的 我特别想试一试 我们去问 20块钱一个小时 能不能便宜点 可以便宜点 跟北京来的朋友 20块钱不拒你们时间 太好了 太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好 这边那边 你别过了 你看这鞋多好 两人慢慢找到了默契 终于有了闲暇 欣赏起三山岛的美丽景致 像我们岛上是月月有华 地地有五个人的公园 像洋葱 芝塔 鱼子 特别特别多 这里是国家离业局批准的 全国第一家 由社区直接参与建设和管理的 国家湿地公园 野生栋植物资源丰富 这个天然的蓄水库 调解了三山岛周围的气候 十分适宜您过来踏青度假 我感觉自己像到了桃花岛 世外桃源 你往那边看那个像什么 狮子 老虎 这块石头叫做白猫石 像不像 看看 有点 但是我发现它 它像一只装裁猫 看看边上织出来的那个 像这个 还笑了一下 这样 三山岛上不仅仅只有安静的美景 这里也饱含着激情 赶紧和曾鲁一起换上衣服 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三山岛吧 来到美丽的三山岛 不仅能够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能够体验到这种非常休闲的生活 这里不仅仅只有安静 还有很热闹的场景 不仅仅热闹 而且还非常的刺激 究竟是什么项目呢 我现在就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一起体验一下 你再看你 你再看你 大伙这究竟是要做什么 看看这装备 这架势 上刀山下火海的气势 都拿出来了呀 我带着这个像是叫做悬崖宿将 接下来啊 接下来我们的女客机女教练 来给大家做一段 悬崖宿将 做一段示范 你教练准备就位了吗 三山岛的这几块岩壁 几乎垂直向下 48米的高度较为时钟 壁面较为平整 适合作为速降点 体验开始前 教练先做了两番表演示范 教练 你这是在飞檐走壁拍武侠片的吗 既然都来了 曾璐就赶紧换上装备试试吧 现在是爬上爬子 有点软 曾璐上升之后 有些坐立不安 我现在就好像是 满上要复考场的考生 这也难怪 这样往下看 48米的高度 确实还是挺惊险的 整个速降过程中 教练会不断地鼓励你 并且提醒你动作要力 我在你旁边 你不用特别快 我现在觉得有点手软 腿软你知道吗 前面的那几米是最难的 可能要首先要突破的是心理的防线 是吧 心理上过了关了 后面慢慢就会顺一点 我现在这腿有点抖 在下面的时候我还不紧张呢 我叫不紧张 让手锁在你身体右侧 站直现在 第一件事先给我站的姿势要标准一点 你现在不行 你现在叫决屁股你知道吧 站起来 这样要站起来 站起来站起来 双体站起来 好 现在身体往后靠 我手在你后边往后靠 双脚往前撑 双脚往前撑一撑 往前送手 再送手 右手往前送手 右手在哪呢 你右手应该在哪 右手往前 右手应该在哪 右手在后面 腰后 腰后 好 往这边移动 双脚往前撑 好 现在身体往后靠 对 腿不要往腿直 双脚再往前一点 太开了 太开了 对对对 你站在这来吗 可以的 没问题 好 现在身体站比直 OK 现在上脚往后仰 右手往前送手 脚不动 右手往前是吧 对 往前送 右手这样往前送 对对 脚不动 走走 脚不动 左手不要用力 走走 漂亮 漂亮 走走 对 现在别动 再继续 再继续送手 右手 右手再送手 对再轻轻送 OK停 就是这种感觉 牙壁上这种感觉 左手不要用力 左手扶在那去 牙壁上这种感觉 你现在右手握到最紧 好 左手现在松开 给我 左手给我 松开 跟他挥挥手 好 OK 来往左侧移动 左脚现在踩在压方中间 好 右脚踩到这个位置 踩到刚才 停别动 还是刚才的动作 右手对自己的动作 对双腿蹬直 蹬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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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难 对蹬直 OK停 继续 一二三 右手再送手 好停 好现在右脚到底 漂亮 左脚下去 左脚下去 等会 踩到左侧 踩到左侧 跨大一点没关系 踩到左侧 对手继续 好不行 左手送来 对好 OK还是刚才的动作 你知道刚才那个动作吗 我说好的时候那个动作 上边上我走一走 好对走再送 再送是吧 对走 走走慢一点 好控制 走这个非常不错啊 这一步啊 我觉得走的还是比较稳当的 对腿再蹬直一点 腿再蹬直一点 再蹬直一点 来哎 来来来来 看一下我这边 对对对 现在什么什么感觉现在 现在我觉得好像 一步一步越来越扎实了 而且我慢慢能够控制这个绳索 其实它是非常安全的 我不知道现在 下面有多多高 你帮我看一眼吧 咱们走了一半多了 在上来之前 我特别痛恨导演 让我做这样的项目 但是我现在觉得 还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是第一次 撑直撑直撑直 撑直撑直 撑直撑直 来看我一眼看我一眼 这边OK漂亮啊 OK 我可以继续下去吗 继续继续继续 OK走走走 感觉了 走走走 跑快一点跑快点 用你最快的速度比我快点 回去最快的速度走 最快的速度走 最快的速度快一点 最快的速度最快的速度 往下滑的时候还是非常爽 尤其是在那个牙壁上面 你能感觉到自己在眼壁上面 像女侠一样 诶 这不是我们导演吗 什么时候偷偷跑上去的 导演果然伸手矫健啊 速将这项运动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当你回头看看走过的路 你会发现 这段历程是多么的精彩 你克服的是心中的恐惧 而抵达中叶时 你会获得胜利的掌声 上面刚下来的时候 特别特别紧张 因为不知道脚在往哪儿踩 觉得下面特别高 然后越往下越好 越往下越好 越往前看就好了 这个运动真是特别贴心 再去一盖 再去一盖 一定要来体验一下 宝哥加油 现在速将已经是三山岛上 一个户外极限运动项目 每年会有一万多人 到这个桃园之地挑战自我 好 到最后加回一下 往右抬动 OK 你数什么的 数码的 我当时你数猴的 以前有没有做过这个运动 没有从来没做过 从来没有 对 哇好厉害啊 胆大嘛 紧张不紧张 不紧张 旅游贴室 三山岛速将距离为48米 12到60岁 无心脏病史 高血压史的人群 可以体验 培训价格为每人每天280元 三山岛每天都会迎来不少的游客 农家乐已经发展成为当地一个旅游产业 三山岛又叫小洪来岛 你看 洪来山中 要不我们今晚就住这儿吧 这是农家乐 原来岛中的空间大多在外面打工 后来自从早上开发旅游了之后呢 这些村民们纷纷回归 然后在自己家里开办了这个农家乐 所以呢 现在生活也是过得越来越糊涂了 刚才一路上过来像这样的农家乐 还有很多 到处都是 老板 有个带吗 带我参观一下农上的房间吧 好的 这里有几个房间 24个房间 24个房间 对 一个房间 200块钱 对 空墨的时候是那个价值 平时比较稍微优惠一点 平时出门便宜一点 民客到码头乘坐渡船 20分钟就可以抵达三山岛 价格为每人15元 你也可以选择快艇 行驶时间为10分钟 价格为单程每艘180元 要说三山岛是个神奇的小岛 一边也不为过 在这里 你可以远离汽车的轰鸣声 漫步在世外桃源中 可以惬意地坐在农家小院里 享受阳光 当然 你也绝对会感受到 三山岛如火的热情 谢谢老师 来到三山岛 有具体要送给我 具体是什么呢 请看这里 看今天来了特别多的人 对 找找谁来唱首歌 大哥 我来邀你们唱首歌 好不好 好 唱一个 我的乐军 是 把上一把火 好 掺上了整个沙漠 军魔奔死谁 流过的草原 今天晚上这个功夫晚会 真的让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在岛上 村民们还有来的游客们 就像熊熊的火焰一样 这么的热情 也非常愉快结束今天这样的旅程 太湖美在三山岛 太湖美在三山 放下一周的劳顿 乘船来到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小岛上 您会发现有许多惊喜正等着您 呼吸碎人的空气 感受古朴的民风 品尝地道的农家美食 挑战极限 挑战自我 太湖究竟有多美 来到三山岛 您就能领略的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请您继续关注 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苏州系列节目 您近距离观赏过白鹿吗 您体验过惊险刺激的高空拓展项目吗 长阳油菜发海 感受美丽乡村 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苏州之 江南别秀 请你讲下 敬请收看